上个月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低于预期 使得美国国债和美元指数就双双滑落 刺激令吉对美元上涨超过1% 究竟这一波利好效应能够维持多久呢 那今早我们线上由马六甲证券研究主管刘李玉 为我们详细分析 李玉早安 是的 因为出现了技术的问题 所以李玉现在不在线上 我们再稍等一下再看李玉会不会再回到我们的线上 听到我说话吗 是的 李玉听到 是的 我想问第一道问题 没关系 因为总是会出现突发状况 您认为其实美国通膨放缓 会促使美联储在今年底定调结束升息循环吗 那美元是否还有下跌的趋势吗 我相信美元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会下滑 因为在这个CPI跟PPI指数都有一个下滑现象 所以美联储肯定会做出一个就是去access这个data 然后去觉得这个CPI指数是在具体的下滑当中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体上美联储的这个做法 但是我现在认为是它会在这里停止升息 然后可能到明年的这个年中的时候 可能它就会开始降息 但是重要的提点就是如果它降息的话 是必须要看到如果这个经济有放缓的现象 但是现在GDPI还是那么的强势 所以我觉得它是可能会停顿在这个5.25%到5.5%这个位置 到了明年年中才做一个决定 那从令吉这轮的涨幅来看 还会有上升的空间吗 市场需要注意近期哪些因素会带来的影响呢 我相信这一波的上涨 这个马币的上涨也是因为这个美金的疲软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 我认为马币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是因为之前的转弱的时候 它是因为美金的这个短强 所以现在是它会继续的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 然后比较强势的状态 所以我认为在接下来的一到两个月当中 可能这个马币还会持续的转强 是的 非常感谢李渝为我们带来的分析